大家好,來到《才智雙打》的專訪環節 今天我們這位嘉賓是葉澤欣先生Raymond Raymond 你好 Michelle 你好 HelloRaymond 訪問Raymond最大的問題是他太多職涵 不知道用誰 有很多帽子 對,太多帽子 不過你們剛剛北上完 國家主任夏寶龍主任接見你們的代表團 我們就用你這個代表團 新鮮滾熱 你做牌頭 昨天昨天從北京回來 就是《香港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 這位是副會長 你介紹留了,他是副會長 這個協會有很多考察的業務進行過 今年你們都很忙碌 最近在北京的會議 建議廣告版主任夏寶龍 有什麼得著或者有什麼指示 帶回來給我們 現在叫指導 夏主任非常鼓勵我們 也說我們的協會 在過去45年來都是積極有為 以及對於幫助國家發展 以及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都是始至不如 所以我們都是鼓勵我們繼續做好我們的工作 如何推動香港和國家 多一些在新的領域合作 新的領域合作 這個協會已經成立在45周年 是1979年10月10日成立 剛剛就是國家經濟開放改革 你們就已經成立 即是說在香港的經濟起飛期以來 你們一直都發揮了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我覺得因為金融、貿易、會計、旅遊 還有香港有很多賴以成功的長處 說我們的優勢就是我們的檢測認證、城市規劃 很多專業的服務 我們都有優勢的 夏主任是否都給指導我們 就是我們繼續發揮香港的優勢 但都要向前走 這個協會成立的初期 是廖瑤朱女士當年成立的 也有一班當年愛國愛港的人士 就是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 幫助國家四個現代化 這個協會當初也有一個別名叫做四化協會 四化協會 四個現代化協會 但是真的是由一班專業人士帶領 所以全名叫做 香港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 哪些專業人士比較佔大比數 廖瑤朱就是律師 律師、會計師、工程師、測量 建築、甚至乎醫療界都有 45年前想做的職能和現在45年之後 有沒有什麼分別 初心不變 初心不變 都是幫助國家的發展 亦都是幫助香港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當初是針對四個現代化 所以當初做的事就是真正我們用傳統的專業服務去做這些工作 例如法律、會計、工程等等 經過這麼多年 有些人認為歷史任務已經完結了 但是我們現在的會長是梁振英主席 他覺得經過他過去在特首離任之後 一直這麼多年都在內地不斷跑 根據實踐的觀察和經驗 總結到內地仍然需要香港的一些專業服務 但是那個領域可能是有點不同 經過我們過去的觀察 現在內地其實很需要香港幫他走好最後一公里 不同的產品和服務 所以我們過去那一年都專注去了很多 在內陸邊緒的省份或者自治區 例如新疆、青海、雲南、寧夏、甘肅、貴州等 西部大開發 講到寧夏、貴州我就想起酒了 想起葡萄酒 琅台酒、葡萄酒 好像你們今年有去過寧夏做一個考察團 都有去考察當地的葡萄酒、杞子、文類產業 對 很大團人 有四十多人去 我們那次主要去考察葡萄酒莊園 寧夏是一個國家很重要的葡萄酒產區 它的酒質量非常高 曾經有些酒瓶家 各地酒瓶家評了寧夏的酒 是全中國最好的葡萄酒 亦都透過協會的幫助 現在寧夏的酒就打出了名堂 早一輪 好像在國泰航空裡的頭等和商務艙 都有寧夏的葡萄酒 他們應該是在全國四十多種葡萄酒裡 選了四種出來 非常高興 寧夏佔了三種 另外一種是山東的 之前我們國家主席 會見馬克倫 也是用寧夏的葡萄酒 做國禮 做國禮 葉先生 這麼遠去到當然有試一下 絕對有試 我去過很多次 今次帶了一些新的朋友去品嘗葡萄酒 有住他們的莊園 他們也有莊園 有的 即是抄了法國 不是抄的 因為他們也是聘請一些國際的釀酒師 去開發這麼好的地方 他們發現了很適宜栽種葡萄 還有以前我們一聽寧夏 只是知道很多葡萄、葡萄、自治區 其實都說不到有什麼經濟發展 因為土壤相對比較乾 地方比較乾 但原來是一個災種葡萄、釀酒的好地方 發展了一個很優勢的產業 在中國也算是新興產業 在中國釀紅酒、葡萄酒產業 但也很有賴交通、運輸 其實那些交通是否比以前好很多 一路一路改善 我們的協會裏也有物流專家 也能幫助他們 將一些本來出不來的產品 可以出來公港 誰說任務完成 你任重導演 未做完 比如甘肅的大蒜 現在我們可以透過協會的工作 也可以公港 最近青海就來了香港招商 大家知道青藏高原 它平均高度是300米以上 所有的產品、魚龍產品都是有機的 其中有一種牛肉 就是未來過香港 是毛牛 大家知道毛牛 這些就是青藏高原 牠們上面有一種很長的毛牛 這些毛牛 它的蛋白質非常豐富 比普通牛肉高 也有很多微量元素 但以往因為有些 運輸 不是運輸 主要是一些誤解 它以為是一種野生動物 其實它是人工養殖出來的 現在就打開了那個通道 遲些大家都可以吃到青海的毛牛 即是你們帶了很多新鮮 新鮮 不是新鮮 新鮮 新鮮鮮 新鮮鮮 或者新的產品來香港 還有新疆和青海的三文魚 這個品質也非常好 現在我們的海產也有更多的選擇 甚至山東、威海 他們的蠔每隻隻都很長 山東、威海 我之前去過外面 鮑魚、海參、蠔 這些都是很高增值 高價值的海產 就算現在很多人不知道 吃魚子醬很棒 但是魚子醬如何終於走入尋常百姓家 其實是因為地球上 現在有差不多六至七成的魚子 都是在中國內地千島湖 來去養殖製造的 我們還幫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檢測認證 最重要的 香港的優勢 確保食物安全 至少香港的檢測認證 都是國際級的 還有大家有一個認受性很高 所以我們用了香港標準檢測中心 去幫他們做一些檢測和認證 這些我們就是香港專業服務的優勢 一定要發揮 還有香港是一個國際貿易平台 應該是多些善用的 那怎樣可以多些善用香港這個平台 將內地產品帶出 帶來香港之餘 還可以走入國際呢 我們稍後回來第二節再探討一下 繼續回來財智商打專訪環節 今天我們請來香港促進現代化專業人事協會的副會長葉澤欣先生 上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剛才那一節介紹了很多內地我們未想過的產品 例如沙文魚 我們想起挪威沙文魚 原來內地的沙文魚都一樣春色 毛牛 完全沒有吃過 和牛吃得多了 毛牛又不知道是什麼 寧夏的 青海 還有葡萄酒 我們沒理由只是帶來香港 給我們的香港人這麼簡單 這麼大的商機 其實除了我們香港人可以享用之外 我們應該看看怎樣利用我們香港的專業服務 將這些這麼好的產品擴大商機 將他們出海 帶他們出海 走出國際 香港的貿易量在全球都有排名 排在頭十位 我們應該有足夠的條件幫他們走出去 絕對有 絕對有 香港有百多年的歷史做這個外貿 外貿量也非常大 我們是在世界上排十名之內 曾經最高的時候是排第六名 也有大量的貿易公司 我們有超過十萬家的貿易公司 但每一間都不是很大的 平均都是請四個人 但我們處理的貿易量非常大 除了我們傳統的在岸貿易 就是onshore trade 就是那個貿易 是正式進出香港的海關的貿易 也叫離岸貿易 offshore trade 這些就是香港下訂單 貨物就是由一個國家供應 去到第三個國家那裏 這些貨物從來永遠都不會經過香港 就是這些back to back 是的 但這個呢 不說不知道 這種離岸貿易 比我們每年的總出口還要多 大約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 好 但是在進行這個貿易之前 我們首先要讓我們的買家 認識到這些產品 他都沒見過這些產品 沒試過 又怎麼會幫你買呢 正如葉先生 你都要親自試過一些黃牛 那些叫毛牛 青海毛牛 葡萄酒好沒有喝 這樣才會走來介紹 這個過程其實都有些路要走 推廣 你們的協會會怎樣帶他們出去 主要是非常正確 雖然我們在內地做了很久生意 合作了很久 但是經過我這幾年的觀察 其實不知道的問題仍然存在 雙方不知道 你不說毛牛 我真的不知道 是的 香港不完全知道他們的所需所長 他們也不完全知道香港的所長所需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需要多些去做這個超級聯絡人 去將這個信息的通道打通 讓他們大家多些知道哪些東西是自己不知道的 然後去找個答案 從中多些合作 做多些生意 做多些推廣 是的 雙方面要多些來往 也要透過一些不同的平台 包括一些現實世界的平台 或者一些線上的平台 去將這個信息發布出去 另外就是剛才提到的驗證書 檢測驗證 檢測驗證 是 檢測驗證主要是幫他們提升他們的安全 也有信心的水平 因為這個是有一個Benchmark 有一個標準 是的 我們那些是國際標準 他們都有自己認證 但未必是這些國際標準 所以我們是幫他們走好還有公里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也可以等到他們的農民 種植戶可以增收 多些收入 在香港來說也可以找到一些新的商機 新的服務 他們是可以提供香港的平台 讓他們走出去 但現在我們中美打一貿易戰 我們內地的產品 如果要走出去 你會建議去哪些市場 或者你們在幫他們去哪些市場 我覺得東盟是一個非常好的市場 中東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市場 一些一帶一路國家的市場 甚至乎現在我們在說 想加入RCEP成員國的市場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市場 因為東盟的國家 他們的經濟現在正在起飛 還有他們有一個很龐大的中產的人口 其實跟我們現在中國 有一些生產 尤其是勞工密集的生產 已經轉移了過去這些國家 我們都需要找一些新的兩點 新的優勢 剛才說原來中國都有很多 我們都不知道 走走走走走 又有些特產的 我們一定要尋找新的出路 就像夏主任和你們的代表團都說 要求變 是的 所以越去得多 越交流得多 越發覺自己很多東西不知道 也有很多新的機會 是我們未發掘出來的 大開眼界 是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鼓勵 大家在這個經濟轉型的時代 需要找一些新的商機的時候 不妨多走走 多去一些我們比較傳統上少去的地方 也一定會發現到一些 你們是 意想不到的商機 根據川普的說法 我們都要緊跟時代步伐 主動求變 又要科學應變 尤其是由45年前 你們的協會成立 到現在 真是很多現代化 很多科技 又走得特別快 我們可以利用到科技 來改良我們的生產 可以再進一步提升 那些產品服務的價值 這個真是我們香港的新出路之一 所以我們其實有很多很好的服務 內地有很大的需求 我講講 例如是品牌 打造的品牌 現在國家其實是很多食品 農產品 國家是供應的最大的地方 比如茶葉 我們是全世界最大的茶葉供應的國家 但是我們暫時沒有一個 國際知名的茶葉品牌 大家喝茶葉 現在發覺你不論去哪裏 就是去到內地 去到其他社會國家 你喝過都是某個牌子的L字頭的茶葉 咖啡是喝個N字頭 所以我們可以提供到好價錢 透過這個品牌打造 市場推廣 以及一些更加有效的物流 等等所有的專業配對 你真的說得很好 譬如我們說葡萄酒為例 你想起法國的葡萄酒 你隨口都已經說到幾個牌子 但你剛才說到零下的葡萄酒 這麼出色 還要拿到這麼多獎項 但我一個名字都說不出 我講到 你說到嗎 郭家主席請法國總統喝的就是西甲酒莊 好厲害 零下西甲 因為他們在香港去年已經很出色 他們做的Marketing 他們用到一個國際班底去推廣西甲酒莊 現在我們餐飲行業裡 也有很多朋友很熟悉 他們也很勤力去搞很多餐飲的Wine pairing 要配酒和怎樣配食物 其實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尤其是我們香港一早已經取消了紅酒稅 葡萄酒稅取消了之後 其實是更加容易去做生意嗎 絕對是 當年我在貿易發展局的時候 都有在這個過程裏面做貿易發展局 應該做的工作 我記得2008年 免了葡萄酒稅 當年在DDC的時候 就推出了國際的美酒展 到今天 今時今日仍然都是非常受歡迎的 今早徐靖先生講過 他免了葡萄酒稅之後 貿易增加了三倍又多 所以也都帶動了一個整個工業鏈出來 不單只是貿易 譬如葡萄酒拍賣 我們很短的時間已經超過了英國和美國 就是這個拍賣中心最大的 也有很多培訓的課程 葡萄酒的推廣等等的服務 所以整個產業鏈是非常非常發達 也有很多商機在 我覺得你應該銷售給一些大機構 或者一些餐飲集團 讓他們變成了他們的House Wine 我們喝一喝一喝 這麼好喝的 然後便知道原來是中國葡萄酒 現在我們也在發動國人飲國酒 國人飲國酒 國慶喝國酒 謝謝葉澤欣先生 稍後回來 繼續跟葉先生說說 香港在貿易業方面的發展前景 以及有什麼建議給我們 繼續回來是財智商打的專訪環節 仍然有葉澤欣先生跟我們聊聊天 剛才說了內地的葡萄酒 西甲這個牌子很厲害 我們會幫他走出去 帶他出海 也會同時更加進一步發揮 我們香港作為一個國際貿易平台的角色 不過這樣 要做貿易 首先 航運業也要配合 航運業 我們之前也探討過 不盡則退 會不會影響香港發揮國際貿易的角色 絕對是息息相關 因為這個航運是一個 我們叫做 連接的能力 不要緊 我們是super connector 沒有這個連接能力 就算你怎樣好 怎樣厲害 都未必做不到貿易 我們有完善的碼頭配套 絕對是 不過我想我們的指標 可能要 思維改變一下 未必一定要再追求 貨櫃的吞吐量 如果大家看看 倫敦這個地方 沒有一個很大的 國際級的貨櫃碼頭 從來 你有沒有聽過倫敦說 吞吐量 沒有 多少個集裝箱 多少個貨櫃 沒有這個 但是倫敦 做一些航運業最高端的服務 包括融資 船舶的買賣 保險 保險 仲裁 驗船 等等 所有的東西 這些全部都是很高端的服務 也都是為他們製造了很大量的經濟效益 所以我們的思維要再寬一些 以香港目前的環境 我們的成本 是否還是要追求一個貨櫃的吞吐量 而是去轉移 去我們的高個市場 就是向上游 做一些更加高增值的服務 我覺得香港絕對有條件 做這些航運的高增值服務 是啊 因為近年 我們周不時都聽到英國 Felix那邊 這麼大的集裝箱港口 又說有些工人 定時定後又要罷工 最忙的時候罷工 有些船又不時要卡在那裡 但是香港的貨櫃碼頭很好 你看到他們24小時運載 又不會說有什麼罷工 洛杉磯的港口 又說拒絕24小時運營 即是我們內地的港口 他們很多已經全自動化了 香港其實那個全自動化 一直都是在做的 那會不會都可以提升到的效率 還有以前說內地 東莞或者廣東省 有一些勞工密集的 有些做鞋子 做衣服 我們多數運這些 但是現在我們可以運更加高端 因為有些新的產業上來 絕對是 即是我們應該是做一些 地區的一個分銷章心 做一些比較高端一些的時限 也都需要比較緊張一些的 一些貨物的配送 也都應該多些跟內地 即是在這方面多些合作 那麼跨境電商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板塊 這個尤其是在不單止航運 其實在空運方面 也很多是用跨境電商 跨境電商這個板塊 這個世界貿易組織 WTO曾經估計過 是到了2026年的時候 這個B2C的電商貿易 會達到4.8萬億 2019年的時候 只有7800萬億 剛才我們說到 用了倫敦做例子 在航運服務業方面 做得非常出色 但是都是比較遠 有沒有說區內 在貿易業的發展上面 哪一個會是香港的強勁對手 新加坡 如果我們看 有一個叫做新華波羅的海的 航運業的指數 第一名就是 新加坡 上海 香港是第四名的 有些板塊 香港還是領先的 例如是空運的貨量 這些 我們是最繁忙的競場 有些是領先 但是有些 新加坡已經靜靜地 就追上來了 所以我們都要留意一下 在不同的領域 我們都要看看 如何去急起直追 我們現在是僅頸四 我們都不要掌握他人之氣 我們也有些優勢 我們還是有很多地方 包括綠特丹 甚至落雜機 這些地方 我們的優勢在哪裏 我們的優勢 在行運方面的事業 或者貿易方面的事業 我們是 第一 法治 用普通法 Jurisdiction 稅比較低 簡單 和地理的位置非常優越 我們經常說 我們如果乘飛機 我們可以在五個小時之內 覆蓋了全球一半的人口 這種優勢 不在哪裏地方有的 剛才你說的地方 他都未必做不到五個小時之內 可以覆蓋了一半的人口 很厲害 但我們如果在今年 2024剛剛提及到的新加坡 這個新華 波羅的海 國際航運中心的發展指數 既然發布了 發現我們自己是緊緊死 還有什麼板斧 可以幫我們爬高一點的位置 因為新加坡 倫敦 上海都領先我們 我們現在贏了杜拜 杜拜 杜拜 我們還贏了 我覺得有一些事 是早些時候 今年早些時候 在出發大聯盟 做了一個研究報告 就是香港的貿易中心的 將來的發展 我也有幸做了其中一個召集人 對於韓運 他們也有些比較具體的建議 例如現在的船東 世界上的船東 是有一個互保的組織 我們叫做P&I Club 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就是保障和賠償的一個俱樂部 這個組織的總部 就是最多的會員的地方 就是倫敦 香港是全世界第二最大的 這個其實也有需要 他們可能要做一個亞洲版的P&I Club 由國家主導去做這件事 另外就是載保險的服務的中心 船舶的租輪的中心 這些全部都可以有能力去打造這些中心 航運配套的相關服務能力 我們要進一步再提升它 保險如果是海運相關 我們說船殼險還有一些貨運險 其實都跟航運業的服務配套息息相關 絕對是 尤其是在今時今日的地緣政治的環境下 我不要說哪個國家 有些國家那些船是買不到保險的 買不到保險 因為現在被人制裁 保險公司是哪個地方 歐美的 人家不賣給你 你便沒有 你沒有保險的結果就是 你的船開不了 人家不讓你入港 很多政府不讓你入港 你沒有保險 就算是讓你入港 你的成本都會高很多 所以這些事情 其實自己是要有多些話語權 要不然一出了問題的時候 就會到時要措手不及 好 那我們今年的施政報告 都有一個篇幅提到 要重振香港的航運中心的地位 我們整個航運業的產業鏈 其實作用都要進一步突顯 那不就是浪費了我們的福利碼頭 很多朋友說 你現在都被內地的港口搶光了 但我覺得香港在分工上高 是不是還有優勢的 絕對有的 仍然我們要找到我們的定位 找到我們的職位 Positioning很重要 Positioning 除了剛才的方法之外 現在個個都說用科技去轉型 那我們在航運事業方面 或者在國際貿易中心方面 又如何善用科技 稍微稍微回來 我們再和大家探討 香港的航運中心的角色 國際貿易中心的角色 剛才說了很多方法 不過我們今集想說一下 如何運用科技 現在各行各業都是用科技 用AI 在貿易數字化轉型方面 究竟會不會成為了航運業的一個新出路 我覺得任何行業都是有這個需要去做科技化 數字化 科技化其實都是我們在說四樣東西 ABCD A就是AI B就是blockchain C就是cloud 雲端 D就是big data ABCD 再加上IoT Internet of Things 就是物聯網 物聯網 就是digital trade 數字貿易 現在全球的貿易 大約一年是30萬億美金 到最近的數字貿易 大約是不夠4萬億的美金 但是這個比重應該越來越增加 尤其是越來越多國家 是用ABCD 再加上IoT 這幾樣東西 越來越發達的時候 就更加多的國際貿易 可以透過數字貿易的平台去做 整個過程裡面 或者說數字化 這個轉型的過程裡面 有什麼困難要克服 困難就是 各與各之間 地區與地區之間 標準不得一致 因為始終是貿易背後 也有金融的支持 在金融的數字化 也是比較困難 因為每個國家 每個地方的進度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一些障礙 但是我覺得 長遠來說 是需要去做的 大家克服到 令到香港高增值的 航運服務業 和競爭力 都會大大提升 絕對是 絕對是 那在標準化方面 其實是否可以克服 可以的 因為沒有一個全世界都國際一個人用的標準 哪一個 跑線 哪一個去帶領 哪一個有critical mass 就是華語權 華語權 但問題就是 你要別人買煙 你單方面拿出來之後 別人不用 始終都放在這裡 好像一個裝飾物 為什麼人家不用 第一 有成本的問題 轉型 轉型 轉換過來的時候 有成本 也牽涉到 有些 我為什麼要跟你用 為什麼你不跟我 你不跟我 你跟我一套 不如 永遠都是 哪一個大 有話語權 我覺得我們 和我們國家 絕對是有這個量 去扮演引領性的角色 我們有沒有嘗試去爭取這個華語權 我們那個報告 剛才說的 再出發大聯盟那個 香港貿易中心 未來的報告 是有提出這一點的 是香港要建造一個 數字化貿易的平台 那葉先生 如果我們說回 好像國家在十四五的規劃裡面 就已經是提及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干擾 是明確支持香港要作為 國際航運中心這個地位 但是 我們身處大灣區九加二 其實我們和大灣區裡面 其他都有很多的港口 他們的運營生 會不會我們那個溝通 都現在來緊 更加緊密 那我們一枝筷子容易被人拍斷 成一堆這樣一上 又可以運用到科技 是不是這樣都可以 大家一起進步 是好的 我覺得是 就是要大家找到一個分工點 還有這些不同的港口 那個connectivity 就是一個聯絡 聯繫 那麽就 比如內地這樣說 內地有很多港口 機場 都開始使用無人機 無人船 研究 去做一些互通 這個其實是非常之重要的一個領域 也高興今次的施政報告 也有提到這個低空經濟 這個研究小組 我相信 希望我們將來可以在這方面 可以有一些建議 空天 可以提出來 我們都恨你有低空經濟很久 我們那些是很低端的需求 我們只是想橫越 為多利亞港那種 是我們想過海 很簡單 但其實內地的低空經濟發展得 開始都很成熟 因為我們不單止是運貨 運餐飲食品 現在是運人 是的 甚至乎包括低軌的衛星 低軌的衛星 低軌的衛星 低空經濟 就不單止是用無人機 那些那麽簡單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商機 那數據、資訊、資料的傳輸 會更加完善 是的 商業來說也是很大的需求 即使我們淘寶 都不斷按著手機 檢查到哪裏 都是一種樂趣 這些都是需要後面有很多科技的 科技基建去支持 都是ABCDI 也是一齊的 ABCDI 我知道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之前是出了一份報告 都幾長篇 講到香港國際貿易中心 未來的發展 有些具體建議 可不可以和我們簡短的展述一下 要開發跨境電商 這是一個很大的領域 還有一個我們叫做growth 有增長的地方 尤其是可以拉動很多 運輸、物流、航空業 因為很多這些跨境電商的貨 都是用飛機來運 我們很多香港的市民 深深體會到跨境電商一個偉大的 尤其是 尤其是雙十一 很多朋友又說 他們包遊 所以今年的貨量應該特別大 我們貨運特別繁忙 最大的一間都快要來香港上市 是 這個跨境電商 數字貿易 剛才說了 還有離岸貿易 離岸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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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司政部局也有說 我們要吸引多些內地外國企業 在香港成立一個中心 做他們的離岸貿易 指揮塔 指揮塔 那些貨可能是在內地直接運去 非洲 非洲 歐洲 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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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 併 보고 忍東 東 如果大宗商品做得成的話 我們的航運中心的地位就會提升 因為你一定要有貨、有生意 才會有carrier 即是運輸工具 如果運輸工具放在沒有貨 經濟效益不高 所以這幾件事其實是相乎相乘 必須的 剛才那個考察團就找貨 接著去中東就找買家 然後就經過剛才說的一系列的 搭通了整條產業鏈 接著就形成了一個生意 亦都透過科技 搭一些高科技的平台 亦都可以聯通世界 其實對於整個香港的經濟發展 到最後受惠的都是香港經濟發展 絕對是 利潤貿易來說 剛才我講過 他比我們的總出口還要多7% 亦都是他產生的毛利 等於我們的GDP的10% 一年來講 亦都很重要 中小企 還比中小企 餐飲品 10%很厲害 10%是很厲害的 對 飲業都是4% 餐飲業那些 我們的出入口貿易都是10幾% 但是他們僱用的員工 僱員的數目 量就很大 不過就不是全部在香港 但是亦都會用到很多香港的服務 好 那我們今天多謝葉澤欣先生 由我們的寧夏紅酒說到 整個香港的航運事業的發展 很重要的 貿易事業的發展 這個我們本身已經擁有一個 很良好的航運 物流的基建 我們有一個深水港 這個是我們先天的優勢 亦都是令到香港可以重新 經濟再出發 再重新起飛的 一個很重要的契機 好 多謝葉先生 接受我們的訪問 多謝葉先生 謝謝 ~! 它... 教育 文叫 這些 很有趣 嬢 在 很大 純徹 感谢观看